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能够做一个歌手 差不多20岁的时候 我有机会走进一个论医师 帮程光荣先生做一个助理 那个时候非常开心 因为能够走到一个论医师里面 然后看很多很多不同的歌手来 伊瑾啊 郑一贤啊 荣祖儿 最困难就是帮他们交外卖 你不要少看那个事情 因为你做了好这个事情 人家都会喜欢你的 其实你真的是从低 叫外卖的开始 对啊 然后可能那个水机没有水 就帮他们换啊 所以有很多肌肉啊 那个时候我做一些很 算是很皮毛的一些东西 但是对我来说很有趣啊 能够学习他们的音乐 我觉得很好玩 每一天下班的时候 就是凌晨的两餐店 我坐在那个公车 坐在最上层 最前面 然后听自己做的音乐 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我的白天 我就觉得哇 世界很大的 原来生活很能够这样的 音乐带给我的 原来可以这样的 每个人生的阶段都不同 然后你要慢慢来慢慢来 需要不断不断地忍耐 然后就会做到自己想做的东西 而同有策 而同规矩 成人都有成人唏嘘 年年适应 年年流去 这首歌是Sammy的 原来他三十年前 他演第一部剧 就是我们就是想唱他的 就是这个名字 哦 他三十年经历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三十年后 到了今天 他拥有这首歌曲就特别有意义 唱这首歌曲 就很想表达 我们都是过来人 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开心 或是困难 我担心一定会有 太阳走出来的一天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可能你 的人生 正直人生里面 正在经历一个很大的困难 但其实也不要紧 我们一定要 时时带着一个很强的信念 知道一切最坏的日子都会过去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